花钱买新房还没有入住 建案就遭到查封 让屋主是日哭无泪 花莲远民男子控诉 在去年9月份 在吉安买了一间预售屋 付了首款100万 在今年3月份签约再付20万 预计4月份要交房 不料办理过户的时候 却赫然发现没有办法过户 一查厮杀才知道 建商在外集现了大笔的债务 导致房屋被查封 而且受害的不止他一人 消防官受理案件 已经高达了23件 被他承包商都拆走了 新建设区窗户被包商拆除 连水电消防设备都同样被拆 现场拉起封锁线 因为这处新建案遭到政府查封 去年的9月来看这个房子 那看了之后我们就跟他签合约 但是太极建设竟然没有履约保证 第一次的投期款 我们居然付了100万元给他了 现在目前的阶段就是求偿无门 因为建商已经跑掉了 投期款全进了建商口袋 买主瞬间成了冤大头 花莲正名刘先生 去年9月看了吉安这处新社区 付了头款100万元 买了三房七楼的电梯大楼 今年3月迁屋再付20万元 预计4月就要交房 不到呆叔办理过户过程中 却爆出房子无法过户 一查才知道建商太极建设 在外积欠大笔债务 房子遭查封 建商如今也消失找不到人 4月25号的时候开始受理这个消费者的消费申诉 后来到4月26号27号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一次有很多件跑进来 案件陆陆陆续续累积到超过20件了 那目前为止已经有23件的申诉案件 那小保管这边就主动召开一个说明会 为在吉安的略仙中社区总共60户第一批已经过户14户其他46户都卡住 如今建商跳票下游的包商也把设备都拆走 消保官表示后续将会召开说明会了解权力 判受害者能为自己讨回公道 记得陈金言华联报道